武僧一龙遭对手踢当,痛苦万分 金钟罩铁布山,还是没能练到家 莫非被对手找到了罩门 我们今天看一场,武僧一龙大战泰国选手桑猜的比赛 本场比赛堪称大型整活现场 各位观众,请以娱乐的角度观看 故事开始,遥远的深山飘着白茫茫的雪花 在一个千年古叉中 一位光头武僧,每日挑水劈柴 北风呼啸,鹅毛般的大雪漫天卷来 大雄宝殿前,光头武僧随着雪花一起翩翩起舞 定睛一看,此人正是龙龙,武僧一龙 祥和的氛围被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打破 一龙开门迎客,不料一只飞镖迎面打来 徒手接住打开后方知,这是一封战术 镜头一转,武僧一龙已经来到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的现场 一龙如梦初行穿越了一般 开始活动筋骨,随后打了一套拳法 这画面像极了西游记后传 在整活这方面,武林峰跟一龙总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这可不是缺点,比赛要想有卖点,必须得整活 就这一点,武林峰妥妥大师级的 当然一龙不是武僧更不会开光 郭晨东之前就调侃过,一龙只是来打拳的 这场比赛,一龙的对手是泰国选手桑猜 桑猜的出场就略显冷清 出场时配的仙女还是男人假扮的 比赛开始,一龙占据场地中央 打了对手几个赢击 随后左手一摆轻松撂倒泰国选手 比赛继续,一龙一个接腿后的扫踢,一招走泥,再次撂倒桑猜 首回合没多久,桑猜一记很随意的滴扫踢 不料直接命中一龙的重点部位 裁判刚开始还在独瞄 慢动作显示,一龙被击中当步,随后暂停比赛 一龙则开始了漫长的恢复阶段 表情痛苦,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淡淡的忧伤 现场主持人很幽默的补刀 虽然一龙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但是每个硬气功都是有罩门的 我们经常听说一龙身上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 但是每一种硬气功都有罩门 经过漫长的恢复,比赛终于继续 一龙依旧满脸痛苦的样子 随着一龙连续两次摔倒桑猜 首回合比赛终于结束 到了第二回合画风突变 自由搏击比赛变成摔跤大战 一龙先是连续三次摔倒桑猜 随后又一个蝎子白尾加大背胯 两度把对手摔倒在地 现场的解说员韩乔生忍不住爆出韩世语录 你来一次,我摔你一次 你来十次,我摔你五双 泰国选手桑猜简直毫无抵抗之力 这实力相差太大,桑猜冲着一龙扑过去 结果把自己弹开,摔一大跟头 泰国选手仅仅第二回合就被摔倒五次 桑猜不敢再起高边腿,增加了缠暴频率 在一片欢快的氛围中,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第三回合简直是第二回合的增强板 一龙一个低扫踢踢到对手 然后一个接腿后的挑摔摔倒桑猜 随后又是小碎步助跑后扫踢 再一推,把对手又一次掀翻 泰国小伙完美诠释了打工人的心酸 太难了兄弟 最终桑猜又是被吊打三分钟 全场比赛被摔倒不下于十次 比赛终于结束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行判定一龙获胜 这场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的比赛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八年的时间 现在看来节目效果依旧满分 喜欢武术与波机的朋友可以点击头像旁边的订阅按钮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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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